你 你如此息弄他 小心他找你麻烦 我一个起早贪黑的户部郎中 跟他这世家第一贵女 可没什么来往 他没有机会找我麻烦的 孟芊 明明是我先遇到王爷的 王爷 别碰 绑你的人都被处置了 本王这就派人送你回家 我儿千里迢迢回来 是要当定王妃的 可不是来受欺负的 那穆浊华 就算是户部郎中又如何 弟子里还是乡爷草剑 母亲这就进宫去求见太后 请她做主 母亲 太后为我的事已经操碎了心 芸芸 又怎么能再给她老人家添麻烦呢 那我儿的意思是 母亲 这是我和穆浊华两个人的事情 女儿自幼蒙名师教导 于才学上定是不会输给她 女儿要与她正面较量 孙芸芸 你怎么在这儿 穆姐姐 你终于来了 芸芸等了你好久呢 是不如孙官城来得早啊 那是芸芸有幸能与帝王殿下同行 那是芸芸有幸能与帝王殿下同行 能与帝王殿下同行 穆姐姐 你用过早膳了吗 若是没有 芸芸这里还有些 是方才王爷所赠 不必了 孙官城留着自己享用吧 王爷 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 您尝尝 我 穆姐姐为何发酵啊 是芸芸说错了什么吗 芸芸初来乍到 还请您指点一二 没什么 就是想到了一件 可笑之事罢了 穆姐姐是嫌弃芸芸愚笨 不愿教我吗 这人还没看出什么惨念 孙官城不是愚笨 而是聪明反辈 聪明误 穆姐姐为何如此说 芸芸不明白 没事 以后你便懂了 先走了 穆朗中 这是心里不舒坦吧 毕竟 之前只有她一个女官 穆姐姐你误会了 芸芸是听说 王爷很是欣赏您的才华 所以才向您多学习学习的 而且 芸芸虽与王爷是青梅竹马 但毕竟一别多年 也不知道 她的喜好是否改变了 不过 定王殿下 自是常情 无论是人 还是物教 他都是喜欢常伴身边的 比如她那件明官楷 是她第一次出征就穿着的 后来 陛下赏赐了她新的 她却依旧穿着那件 你见过她 身披铠甲 率军出征的模样吗 身穿铠甲的模样 确实没见过 倒是见过她 脱衣服的样子 来 来 给你吃针了 你胡说八道 真木卓华 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王爷的名声 迟早也被她败坏干净 这孤暖的也太能折腾了 这孤暖的也太能折腾了 小姐 小姐回来了 小姐 怎么了 这今天有点累吗 不累 那小财神也来了 就她那点 捏酸吃醋的手段 完全不够看 我倒要看看 明日 她还能使出什么手段来